请看,天主必协助我,上主必扶持我,上主,我甘愿向祢呈奉,寄宪,我要赞颂祢的美名。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想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免失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失罪者 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友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请大家祈祷 仁慈的天主 求你垂怜广世恩宠 使我们的信外三德 日益真切 并能兢兢业业 恒心遵守你的诫命 以上所求是靠你弟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阿们 公读智慧篇 上主 除你以外 别无照顾万物的神 这样 你也就指明 你的审判 并非不公 你的权力 原是你公义的本源 因为你主宰一切 所以你定能谅解一切 因此 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 你就将权力显示出来 如果他们知道 而仍然胆大妄为 你就予以惩罚 你虽然掌握大权 但是施行审判却很温和 治理我们极为宽厚 因为权能属于你 只要你愿意 就能实行 你这样做 是为教训你的子民 义人 必须怜爱众人 并使你的儿女满怀希望 因为人 在犯罪之后 你常赐予 忏悔的机会 上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你实在良善宽人 上主 你实在良善宽人 上主 你实在良善宽人 以仁慈 后代呼求你的人 上主 求你俯听我的祈祷 细听我的哀告 上主 你是在良善宽人 上主 你创造的万民 齐来轻重 歌颂赞扬你的圣名 你伟大无比 实行奇迹 你是独一无二的天主 上主 你是在良善宽人 上主 你却是良善慈悲的天主 极其宽人 而信实 不轻易发怒 求你垂视我 怜悯我 上主 你是在良善宽人 公读圣保禄宗徒 至罗马人书 弟兄们 圣神 扶住我们的软弱 因为 我们不知道 如何祈求才对 可是 圣神 却亲自 以无可言喻的叹息 带我们转求 那洞悉心灵的天主 知道圣神的意愿 是什么 因为圣神 是按照天主的旨意 带圣徒转求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上主请发言 你的仆人 在此敬听 主 唯独你 有永生的话 阿雷路亚 愿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马斗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给他们 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一个人 在田里撒了好种子 人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仇人来了 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 就走了 麦苗长起来 到了土碎的时候 柚子也显出来了 家族的仆人 都前来对他说 主任 你不是在田地里 撒了好种子吗 那么柚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家族对他说 这是仇人所做的 仆人对他说 那么你愿意我们 去把柚子拔出来吗 他说不用了 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 连麦子也拔出来 让两样一起长到 收割的时候好了 到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工人说 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 捆起来 充足染料 要把麦子收入我的仓里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教友 今天是朝年期 第十六祝日 我们今天的福音中 读到的是柚子的比喻 那么我们依然接着上一个主日 耶稣在山中圣训 马多福音第十三章 讲了七个比喻 上个主日讲了三种的比喻 那么本主日呢 常识的福音 讲的是柚子的比喻 戒子和教母的比喻 那么呢 我们读的短式呢 只读了柚子的比喻 那么这象征着天国的七个阶段 所以比喻的话 我们知道 都是用来把复杂的事情 用简单的比方讲出来 为了让我们能够容易的懂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麦子是我们知道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 目前世界上生产量最多的三种作物 就是玉米 水稻 和麦子 那么这三种农作物 以麦子的营养成分为最高 所以我们制作面包 所使用的主要材料 就是麦子 不知是人类需要麦子 很多的这个家畜呢 也是以麦子为主食的 那么柚子是什么呢 这个柚子啊 在柚株阶段 就是在小的时候 刚长出来的时候 这个外观 跟这个麦子是相似的 它由水中或者风吹 来进入麦田 就通过浇地浇水啊 或者是通过风一吹啊 把这个柚子的种子 吹到这个麦田里边来 那么麦子生长的环境与地区呢 柚子也是可以生长的 因此啊 麦田里经常出现柚子 柚子所解的碎子啊 有时啊 感染真菌 使物食的人 或者是牲畜的中毒 甚至可以死亡 柚子的根比麦子的浅 所以呢就抢走了 麦子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生长的后期 柚子的根 会分泌有一种毒的 叫做氧化剂 医治啊 临近了麦子的生长 这就是柚子的这个 坏处和缺点 耶稣讲这个碧玉 都是说 撒好种子的这个 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这个田地呢 就是指今天的这个世界 好种子呢 当然是指 天国的福音啊 天国的子民啊 那这个柚子的话 就是指恶魔 也是指这个邪恶的子民 那么撒柚子的仇人 那当然是指魔鬼 收获时期就是今世的终结 收割者呢 就是指天使 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来讲 实际上他比喻的是天国的事情 那么就是说 耶稣在这个田里撒了好种子 魔鬼这个田里又撒了柚子 然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主人呢说要到收割的时期 就是今世终结的时候 让天使一起收割 然后把柚子呢给烧了 好的呢进入仓库 就进入天堂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比喻 那么说在睡觉的时候啊 这些仆人来了问主人说 哎呀 你不是撒了好种子吗 怎么有了柚子呢 那么家主说啊 是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个恶者来了 撒了柚子的 所以在圣经上啊 很多次提到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恶者来了 撒了柚子 你看在旧月当中 这个三松出事了啊 就是因为睡觉啊 波多禄三子不认主 也是因为他 呼呼地睡着了呀 这个恶物提赫 因为他睡觉的时候 结果从窗台上掉下去 给摔死了 后来我们知道 保禄把他复活了啊 这些都是因为睡觉的时候 他们出的事啊 还有 德撒罗尼人前书暴露说啊 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 和白日之子 我们不属于黑夜 也不属于黑暗 所以我们不当像其他人一样 贪睡 却当醒悟清醒 因为人睡觉是黑夜睡觉 喝醉的人是黑夜喝醉 但是我们做白日之子的 应当清醒 穿上信的和爱的作假 戴上得救的忘的作亏 那么在这里 睡觉就是指 超醒生命的眼睛给合住了 就是没有超醒眼光了 那么魔鬼呢 这个魔鬼啊 自从亚当瓦开始的时候 天主造人类开始的时候 这个魔鬼都没有消停啊 所以这个伯多禄前书上 伯多禄说啊 五章八节说 你们要节制 要醒悟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泡下的狮子 熏星各处啊 熏到可吞吃的人 如同一个恶极了 恶疯了一个狮子一样 到处这家找那家 找到一个人 一看到咔嚓就把你吃了 就这个意思 魔鬼也是这样子啊 魔鬼已经恶疯了 恶极了 他要抓人的灵魂呢 看哪一个软弱的人 咔嚓都把你抓走了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啊 魔鬼一直没有闲着呀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要警性 要警惕魔鬼啊 因为他是在这田地里 撒柚子的人啊 你看在这个爱尔兰啊 如果你给谁家有仇 这些老百姓的做法 就是给你弟弟啊 撒一点柚子 然后你这个卖田啊 都没有收成了 还有在这个古罗马 和今天的印度啊 都有这个规定 如果你在谁家的田里 撒了柚子 那是要违法的 那是要判刑的 那么呢 你看今天的这个 传邪教的 这些就是在传播柚子啊 那个闪电教啊 磨闷教啊 都是这样子 所以来讲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人要警醒 要警惕魔鬼 在我们的新田里撒柚子啊 那么这个时候 仆人问主人说 让我们把柚子给拔除吧 拔掉之后 这样子不就 不影响这个麦子了吗 但这个家主却说啊 不要不要 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 把麦子也给损伤了 那他们一起成长吧 所以我们也看到 今天的教会也好 世界也好 层次不齐的 各式各样的人 好人坏人 奴隶传福音的人 奴隶撒柚子的人都有 有些是教会的 传福音的勇士 有的却是 破坏者 天主容许你 为什么这个恶人还存在 往往我们很多时候 再问一个问题说 天主为什么允许这个恶人存在 天主为什么不宜他的大能 把这个恶者给消灭 恶人啊 恶事啊 恶魔啊 给消灭 这个家主说 让他们一起来成长吧 所以真正天主算账的时间呢 并不是今天 而是在你世界终结 公审判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算总账啊 那么把柚子呢 给烧了 那就是扔到地狱里去啊 麦子呢 那就要收到永胜的天国里边去啊 因此来讲 在今天的教会 谁都没有权利判断 谁是幼子 谁是麦子 主教没有权利 神父没有权利 教友们彼此也没有权利判断说 他是一个幼子 或者他是一个麦子 他是一个不好的人 他是一个好的人 他是一个好教友 他是一个坏教友 我们没有权利去判断 这个判断呢 只有天主的使者 天使来做的 所以幼子的比喻啊 带出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信息 就是天主即宽人 又公义 天主的宽人 就是给恶人 给幼子悔改的机会 天主给天使的机会 只有一次 因为他们是精神体 你选择天主 永远还是天使 你背离天主 就是恶魔 就是魔鬼 那么天主给人的选择机会是 一生 你的一生当中 那么用在这一生的生命当中 你来选择天主 侍奉天主 逃拜天主 还是去选择 虽不诸流 选择跟随魔鬼 那么 在这一生当中 彰显了天主的宽忍 但是呢 又在最后审判的时候 彰显天主的公义 所以智慧书上说 你虽张有大权 但实行审判 却很温和 治理我们极其宽忍 人在犯罪之后 你尝词忍悔的机会 因此来讲 我们每一个教育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很多的时候就认为 我们自己认为 我们是麦子 我们是好麦子 我们是这个田里的好麦子 其中有些人可能是幼子 其实来讲 我们也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在天主眼中 都是罪人 我们都亏去了 天主的光荣 我们都是得罪天主的人 所以现在天主 给我们机会 就是天主的大慈大悲 天主的仁慈 让我们悔改的时间 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你自己反省自己 难道是因为 别人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 别人不知道你犯过什么罪 你难道就没有罪了吗 我们这种面对的 不是别人的眼光 而是你面对的是天主 面对的是你的心 你自己反省反省 你自己是不是 都是愧疚天主光荣的人 只要是愧疚天主光荣的人 都是罪人 罪人呢 都是要被扔在火里 要烧的呀 大罪人 也叫死罪的 那都是要下地狱的呀 那么今天来讲 我们知道 这个地狱可不是天主 拿着一个斧头一样 拿着一个砍刀一样 吓唬我们的工具 不是 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状态呀 因为耶稣说 那个时候要用不灭的火 给烧了呀 那就是地狱呀 天堂也不是诱惑我们 利用我们 让我们来 行好的一个工具 不是 那是真身实实的 将来的所在 灵魂所在的住所呀 所以来讲 通过这个比喻啊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要变成好的麦子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有生之年 一定要悔改 成为一个好的麦子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十六主日当中啊 耶稣又讲了 戒子和教母的比喻 这是讲天国的从小到大 我们中国人啊 华人啊 一听到戒子啊 我们不太熟悉这个植物 我们华人所见到这个戒子啊 跟这个以色列的戒子不太一样 我们去以色列朝圣的时候 见到以色列这个戒子 长得很高的 粗的像这个蜡胎这么粗 有的 跟着竹子似的 长得两三米高的 这么个戒子啊 那么这个戒子的种子的 犹太人 观念当中认为是最小的 他们要说人心儿小 你看中国人说 你的心儿小的是 基督心肠 以色列人怎么说呀 说你这个人心儿小 就是你的心儿小的 像戒子一样 就这个意思 戒子的话 是很小的一个种子 长出来之后的话呢 可以长成像个竹杆似的 这样子 那么这个教母的话呢 也是呢 一点面团 我们北方人特别熟悉哈 这个大陆的北方的 我们知道我们做馒头 然后的话 一点点酵母 放在面里之后的话 整个面啊 整个盔子里边的 整个这个盆子里边的 这个面粉呢 都发酵了 意思告诉我们啊 天国本来是小小的 从耶稣开始 穿越福音开始 从十二宗徒开始 然后从耶路撒冷 传到欧洲 传到美洲 再传到亚洲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它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成长 两千年来 一千九百九十三年以来 教会啊 不断地越来越壮大 越来越发展 这就是教会的 很多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把那个种子 不断地接过 不断地传扬福音的结果呀 所以现在来讲教会啊 已经变成了一个藏天大树啊 那么这内在的力 它传的内在力量 是什么呢 就是天主的圣神啊 所以在这里 十六主日当中 通过幼子的比喻 戒子和教母的比喻 告诉了我们 我们每一个教友 我们都要成为一个 悔改的 好的麦子 同时呢 让这个麦子呢 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发芽 结果 结果实 那我们去传福音 阿们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童真玛利亚 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比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世无将 我信圣神 他是主 极富于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宠 同享光荣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我心唯一 至圣至功 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喜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全能的天主父 愿意所有的人 获得救恩 并认识真理 我们恳切向他祈祷 请为主教会祈祷 求主护佑教会 使教会能在普世 自由传扬福音 引导人类 回归天父的怀抱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听我们 请为各国元首祈祷 求主祝有他们 奉行正义 共同谋求世界的 和平与人类的幸福生活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听我们 请为众教友祈祷 恳求仁慈的天主 赐给我们恩宠和祝有 克服我们本性的软弱 以爱德的行为 去关怀那些迷途的弟兄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听我们 请为受迫害 和内心受苦的人祈祷 求主恩赐他们 圣德与坚忍的精神 使他们长期待 救主的来临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护听我们 天主 你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力量 求你大法慈悲 付听你教会的祈祷 恩赐我们诚心 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阿们 上主 万有的天舟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牢阔的果实 麦面饼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 万有的天舟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 和人类牢阔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 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 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 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天主 你借唯一而完备的 十字架圣祭 取代了旧约时代的祭司 恳求你接受你子民 虔诚的奉献 并予于圣化 有如你曾经 接受了亚伯尔的祭仙一样 但愿我们为 颂养你所献的礼品 有助于普世人类的得救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第一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诸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他借着于奥基 完成了神庙的工程 他使我们摆脱 罪恶和死亡的枷锁 而分享他的光荣 得称为特选的民族 王者的私地 圣洁的邦国 得救的子民 你召教我们 从黑眼中进入光明 我们要到处 承扬你的德能 因此 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 圣 圣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 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地 你是一切圣子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 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 复活的日子 你以高举他 使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 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设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鲜儿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尽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肯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唤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方基格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也唤念怀着复活的希望 让系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唤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唤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 通贞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热色 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充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令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 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和的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打开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宁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往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昭来父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 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上主使他的奇迹 涌流人间 实在慈悲良善 他赐食物 给敬畏他的人 请看天主羔羊 请看天主羔羊 请大家祈祷 宽人的上主 你在此盛世中 赐给了我们天上的食粮 求你辅助我们 使我们借此奥基 获得充分的力量 能隔出旧席 善度新生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城 感谢天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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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